好来看邓铭铭的平衡木 特别脆生生的 它即使是调整 都是做的那么有范 这样看它下法 应该是连接的下法 对没错 BBE加0.2 非常漂亮 它在幕上 你都不用 看它比赛 都不用再做什么介绍了 它的动作特别的 交代的清清楚楚 该做什么 该怎么连接 邓铃铭在 在08年北京奥运会 它是最后一个入选的人 当时一直在定 第六人是谁 后来它搭上了摩班车 在那场比赛当中 在北京奥运会当中 它不负众望 并且成为那匹黑马 因为在之前 它几乎没有 大家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 它的名字很陌生 对大家来说 它也没有参加过 特别重大级别的赛事 直接就上了奥运会的赛场 好 现在呢 这一轮第三轮的比赛 就已经结束了 我们来等一下 它的成绩 在沐上要求的话 它有个艺术分 刚才给大家讲过 要求你很自信 并不是说我笑才自信 我一脸的淡定也可以 而且它调整的时候 它每个动作的度 调整到哪个位置 它都拿得很准 最后一轮第一组的选手 就要比的项目是 自由操了 我们来看看 邓玲玲的得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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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